明镜广播电台 BBC发表一篇报道 题目是 因为中国长城给特朗普的教训 不管用 《卫报》星期二 三月七日 刊登记者发自长城嘉宜官的报道 长城休了千年 耗费重金 却加快明朝走向灭亡 如果特朗普到中国长城的最西端转一圈 应该可以学到不少东西 报道引述嘉宜官长城博物馆馆长张晓东说 特朗普在开始新建他的大墙时 必须了解一些宝贵的教训 中国明朝自己掏钱修建长城 而特朗普修墙却要求墨西哥人承担费用 墨西哥人不愿掏钱 报道引述张晓东说 如果特朗普在墨西哥边境建墙 最好是开挖一条护城河灌上水 这是我给他的建议 学者们说 特朗普把自己这一边边境项目称为长城 让人想到的不是奇迹工程 而是灾难性的欠考虑的蠢事 未报引述中国长城 从历史到神话 艺术的作者亚瑟·沃尔顿说 长城对明朝是个耗资巨大灾难性的失败 明朝因为修长城国库亏空 却没能阻止满清长驱植物 并在1644年建立清朝 这个长城是帝王压迫的产物 让很多无辜的百姓丧命 最后却完全没有任何用处 沃尔顿还说 像长城这样的战略决定 应该是被看成保持平衡的办法 而不是用武力置对手于死地 就像开车 用来运输人员和货物是好的 但用来把人撞死就不好了 沃尔顿说 特朗普修长城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可能帮助他达到目的 维持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秩序 另一个可能是引发冲突 就像明朝一样 明镜广播电台 谢谢各位收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